第十一单元 读读说说 九个小时 每年端午节来临 我便巴巴的等着享用奶奶包裹的粽子 知道我爱吃奶奶总千方百计的 托人从仪宝把粽子烧来给我 每每接过那一大挂沉甸甸的粽子 我觉得我的心也是沉甸甸的 满满的都是温暖的爱 年轻时 精力旺盛的奶奶 一口气可以裹上百个粽子 有洗粽叶 晒粽叶 切佐料 腌佐料 裹粽子 蒸粽子 手炭火 天炭火 都是他独立支撑 最苦的是 没有浸水的糯米 很难熟 必须连续不断地煮上九小时 少了一时半刻都不行 所以 果粽子是家里一庄大事 端午节以来 家里百叶俱沸 独飘粽香 其他果粽子的人 为求便利 通常都将糯米浸上一段时间 以求缩短 吹煮的时间 奶奶可不 她认为糯米不浸水 煮熟后才能具有外刃内软的特质 木不食丁的奶奶 在果粽子这一码式上 坚守着宁愿遇碎 不畏瓦全的大原则 她不休不眠 蹲在炭火前 加炭 山峰 苦苦的手上九个小时 等粽子独特浓郁的香味 从锅子里飘出来 她皱纹满布的脸 才绽放出满足的笑 实际上 人世间任何圆满的艺术 也都容不得偷工减料 上个大小时